我们有几张设计在这里 1 2 3 4 5 6 7 七张设计 对吗?有七张设计在这里 就这样看名字 下面设计的名字 记得到什么? customer look up store look up product look up canada look up transaction 可以吗? 好了 我可以再看看transaction 可以吗? 看回到顶部 控制向上旋转 先夹不夹 跟你说一点 如果你手上一大堆资料的时候 其实第一件事要再做些什么? 不是很魯莽的 即是用一些不同的功能 你真的做事 你先看清楚有什么资料 明白我说吗? 好了 看看transaction transaction上面有些什么? 它有一个transaction date 有一个stock date 对吗? 有个product ID 有customer ID 有store ID 还有quantity 对吗?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通常transaction 就有这些资料 好了 很明显 quantity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1997年1月1日 他做了生意 做了买了五件东西 买了五件什么东西 我看回product ID 就应该会知道 什么东西买 这个客户叫3449 这个客户买了 另外在哪家店买 就是6号店买的 看到吗? 即是说 现在很明显 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起码这个transaction 这个这样的table 一定会和什么? 和我们的product ID 就是product 刚才看到 product lookup 这个东西 放在这里明显 和客户买 是有关系 对不对? 是不是? 好了 接着再来 不如这样 我就再想 那我有什么办法 可以把它弄到关系呢? 这几个东西 好 夹夹在这里 这里 我先看product lookup 按product lookup 这一页table 有没有看到product lookup 这里很明显地 在A column 会设置了什么 product underscore ID 就是放在这里 一会就会黏这个ID 对不对? 我问大家问题 通常product ID也好 customer ID也好 store ID也好 case number也好 customer code也好 support code也好 或者fetchy code也好 这些我通通叫做什么名字? 学名叫什么名字? 叫做PK 记不记得? 学过Power Query 想过Power Query 和我的同事知道 我学名叫PK 叫做Palmany Key 不是你心想过PK 行不行? 叫Palmany Key Palmany Key 用来做什么? 就是保持纪念性的 纪念性 同样 像什么呢? 因为David Mann 这个David Mann 如果我们一个招牌 下来 可能死了很多David Mann 在香港 行不行? 但有什么办法 是现在坐在李峰 这个训练室里 吹水的David Mann 如果香港政府 要通缉我的话 他就会怎么做 拿我的PK 来通缉我 也就是我的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就是保持我的纪念性 行不行? 因为身份证号码 我的身份证号码 就是代表这个元素 所以一定不会错 所以为什么 我在记录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ID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的PK 明白吗? 如果在那个桌子里面 是代表一个Unityless 这个就叫PK 明白吗? 反过来 你说 那在交易那里 现在这里 这个项目的ID 和这个项目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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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这个桌子上面 我叫这个要用什么键呢? 他就不是叫PK 因为在这个桌子上面 这三个键呢 因为这三个键 是别人的PK 对不对? 是你的身份证号码 关我什么事? 如果对于我来说 我有另一个名字 给他 那个名字叫什么? 叫FK 也不是在心目中想想 那个FK 而是什么呢? 叫Foreign Key Foreign Key 意思是什么呢? 我就憑着现在这个 这样的键 我就去另外一个 外挂的一个桌子 在一个Foreign Country 在一个外国 在另外一个桌子里 去找回我要找的资料 那这个就叫做什么东西呢? 就叫Foreign Key 明明我说什么? 所以如果以后看到PK 和FK 不用紧张 其实代表这两个字 FK 代表Foreign Key 而PK 就代表我们PK 身份证号码 就是其中一个PK的例子 行不行? OK 是不是每一个版 每一个 记录 这个PK 我通常是怎么做的呢? 你说 现在这个就没有PK 我告诉你 PK 就不代表一定要有一个PK 我们有一些叫做Compon 的PK 打个比方 行不行? 如果这里来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是用这个 交易日 加上商品 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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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组成的叫做Composted PK 都还可以 就是用来代表它的Unionless 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有时候 你看到一些桌子 它未必有PK 但是只不过是怎么样呢? 可能用四个K 两个K 加上去 就代表它是Unionless 这样也可以 明白我说吗? 有时候你想想 我们比如说 我们在XTS 以前叫XTS 叫MO Order Management System 也好 那我们会有什么 不同的Invoice 它其实只不过是什么? 是有个什么? 有个Case Number 后面再-123 你代表它是Unionless 对不对? 其实这种已经是其中一种 叫做什么? 叫Composted Parmany Key 只不过我有个Feel 来装弃它 明白吗? 其实就是这样的原理 OK 好 没有那么多理论 不过anyway 现在知道大一个架头是什么 其他的桌子 我不管 我就是想什么 我就是想三个桌子 哪三个 我选择A Simple Transaction 和商品 和商品的关系 行不行? 哪个Customer 我都不想了行不行? 我就想想哪间店 卖了多少产品 几年、几月、几日 卖了多少件 我只是想这样 收不收到我改变?